賀娟 喂喂喂 大家好 這邊視野超棒的 看過去的成分都是Meg 或是小黑的孩子 好 那 就直接開始了 那 大家好 我是Oren 我是蔡正達 那 我在網路上的大家好是Oren 那 如果你有在 Poker Down 或是有在關注這些年的 Costcard 和 OSBC 的座位表 我不是那個英雄 我剛剛講的會很不趣 我大概都會這樣叫我 好 那我本身是 Security 當天社群的 那 昨天是我的一些經歷 有在一些比賽跟鐵刀會演講過 那 我自己專精於在 Haiter 的攻擊手法 以及 Web Security 以及 Windows 上的 弱點發掘 還有 弱點利用 這三個方面是我比較擅長的部分 欸 好像 這跟 PHP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那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PHP 的代號者這樣子 我差不多是高二開始學 PHP 的 那我現在是 大二三 大三 就還是一個學生這樣子 那 就還是一個學生 就是演講經歷比較不好 所以說有不好的地方就行錯了 那 我自己本身是 熱愛社群的 然後 我本身是在 K2 的 以及 Nistar 跟大學的一個 熱愛社群 那 現在是偶爾是多次都測試 所以講不出這些 case 那我還是一個學生 所以說 偶爾上上課 上課真的有偶爾 上上課 然後看看書 然後講到期中號 講到期中號 下禮拜四就是我的期中號 然後結果下一個月看書這樣子 那 我的blog在下面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順道會提 這個老妹自我兩天前才申請到 對 我是 Orange 嘛 然後我在台灣 那我的blog就是 blog.orange.tw 有興趣幫我點一下 我這位的氣氛 OK 謝謝 謝謝 那就開始今天的議程囉 我調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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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his form is just for fun 就今年的那個PG conference 好像很多次關於 Grainwater的Visage Station 那 所以我今天來講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好玩一點的議程 那 我覺得今天我的議程 是所有議程 今天最簡單的議程 如果你有寫過PHPE 呃 今天 今天我很做影片裡面 來做五刀四刀 那你開個很輕鬆的上座 那 假說你沒學 假說你沒學過PHPE 那 太棒了 你現在開始學PPE 要來個幾分 那 呃 今天投給很簡單 所以說 如果你在通道 那就 那 會後再來找我 不懂 那就整個團團 那 呃 今天的議程 你可能會說 我今天講的一些 security上面的issue 已經在PHPE的新版 都可以match掉了 那 其實資産這種東西 就是這樣 太特助力的點 就是你平常 覺得理所當然 沒有規的點 所以 只要大多數的用戶 存在這個問題 只要大多數的用戶都還在 只要大多數的用戶 只要大多數的用戶 都還在 都還在 都還有這個問題 那它就是一個 security security上面的一個issue 那所以說 今天的主題 就不要太嚴肅 去看待它 就是抱著一個信眾的態度 這樣 那 首先我來 define 一下 我來定義一下 何謂深入測試 呃 大家可能 就是 對深入測試這個名詞 比較不了解 那 深入測試的 define 另外的定義就是說 透過公正的第三方 以實際駭客或是公體者的思維 對網站進行測透或是落點測試 那 由於需要實際的技術來找出 系統可能會出現的落點 所以說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 以及需要能力的 那 呃 相對的來說 這個優點 所以 比起一般的那些落點掃描 它是更可以 更可以深入網站的核心 更可以找出比較隱藏的落點 那 誤判率也比較低 那 這個東西是比較 剛剛的說法 那我自己的想法其實是說 陣透測試對我來說 就像是在解憶體數學題 那 這個數學題 呃 就是一個challenge 一個數學題 那這個數學題 並不一定是有解的 但是大部分的狀況下是有解的 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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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把遺留技能 呃 變換 然後去配合 然後找出這個 這倒是我覺得你可能的落點 然後並且剝解它 那 這是 這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自己也得來其中這樣 那下一個 何謂安全的網頁應用程式 這是我自己的禮拜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安全的網頁應用程式 那我覺得 一個好的網頁應用程式 不應該讓使用者 無論是前台的使用者 或是後台的管理者 不應該讓他們可以隨時 隨地的access到你後段的系統 比如說 呃 有沒有可能這個狀況 就是一般的使用者在網站 誒 他就看到你的網站 放在哪一個資料架上面 他放在這個OS的哪一個資料架上面 那有沒有可能 一個使用者在注射帳號 誒 他不小心就可以刪除掉整個Labs 這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說 我覺得一個安全的網頁應用程式 就是不應該要讓使用者 可以去access到你的後面 可以讓使用者去知道 或是access到你後面的系統 這是我對他的定義 那 他一個聽到PHE就告訴你 這個 不是PHE的說明 就是 呃 我覺得PHE是一門很Magic的原因 那為什麼Magic呢 PHE在設計上 有一些的 也不能就是缺陷 可是有它的補號 所以說 因此也產生了很多 很多相符相符的一些設計 那 PHE是很Magic 所以說 而且PHE又好學 容易上手 因此它的新手很多 很容易就採套那些PHE的 Magic的地理 這樣子 所以說 當駭克在看到PHE的時候 他在第一個版面的時候 哇 PHE 感覺就是打得進去這樣子 附近的進去 那 假如是看到DMAT 或是Java 因為DMAT跟Java是一些 強語言的形態 所以說 它會有一些變數 會有一些 也不能說是保護 就是會有一些 好 就是保護啦 該想說會有 所以說 可能在 呃你的形態那一層 你的落點就被 引來跳 沒辦法去 那假如說是 他一直看到ASP的話 呃 ASP這個東西 基本上 它是一個 落點很多語言 可是它的功能很少 如果是用ASP就知道 它給你那一個 Base64的方式 都要自己去E3 所以說 他一直看到ASP 雖然說有點開心 可是可以利用的 點不多 因為ASP 用的功能太少 所以說 我今天的議程 我今天這個議程的 議程的主要 主要要講的就是 呃 講一些 PHP在 實際上的一些 Vagical的地方 那可能是 程式設計師沒有注意到 或是程式設計師有去注意到 但是他並不知道 這個 他可能 可能程式設計師有注意到 並且去防護 可是他並不知道 這個防護是 Walk 容易被 白配置 繞過的 這是我今天的主題大綱 好 那 PHP加深入設施有什麼搞得呢 那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做示範 那 人家說 Demo Demo總是會出貨 那我今天是 Live code review 應該就不會出貨了 OK 大家看一下這個code 兩床而已 那 第一個很簡單 就是從 Gate找出一個 UIL 並且對他做 UIL名code 那這個會有什麼 這個東西 會有什麼security上面的issue呢 簡單說 在 深入設施上 有個漏洞檢單 我把漏洞檢單做個分析 那他有分低風險 中風險 以及高風險 那低風險 可能就是一些 Sensitive的Information Decad 就是一些敏感的資訊線 那中風險 高風險 可能就是一些sequent 重建 co-injection之類 那剛剛那個範例 會產生Information Decad 例如說 我今天是 他的 預設狀況是 得到一個Stream 對那個Stream 進行UIL 以code 那講說我今天是哪一個 Revue程序呢 那 假如說你沒有做一些方法的話 是不是你的 網站的實際路徑 就會被看到了呢 那 呃 以剛剛那個數學題的例子 數學 數學題目的例子來說 你拿到這個網站的路徑 就等於拿到那題數學的提示 那這個對於以後 這個對於勝負的設施 是 是一個損到的方法 就是說 這樣的作法之後 那 你可能會覺得 怎麼會那麼白癡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用Experine Bail 把它給 Off掉嗎 可是 在真實世界上 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可以用一些 Google的Patter 去找到你的網站 到底有沒有 這種事情發生 那 用電視我去 用Google 去 Site NASA NASA NASA嘛 美國國防部嘛 欸 美國國防部也出現這種問題 那你還說 這個在真實世界上 很白癡 不常出現嗎 那 所以說 INASA 會讓前幾天對於父親 然後 Hacker 把這個Source Call給 Dicate出來 大家有信訊可以去Google一下 前幾天看到的新聞 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些Pattern 一些Google的搜尋消息 小水 看你的 你在hosting的網站 你在管理的網站 有沒有這類的問題 所以說 當我看到一個網站 就是我在做深入測試的時候 我用到一個網站的時候 會有四個動作 我可以從這四個動作 以及網站對這些錯誤的處理 大致判斷出這個網站安全不完全 你遇到這些東西 前兩個人在做Security 你就會學個測試 那第三個人在做一些路徑上面的測試 那第四個人在做一些 均勻或是E-ray轉換上面的測試 那 你的網站 會把這些收入訊息 隱藏起來 或是直接吐個空白畫面給你 或是真的 直接把收入訊息 原本不動 吐給你的 那 基本上 我只要做這四個動作 大致可以了解一個網站 到底是不是安全 那我今天來講一個小故事 這是我自己實際上 遇到的故事 那你在說 深入測試 有分成黑盒跟白盒 那 黑盒可能就是在 沒有Source Code的狀況下 去對這個網站做測試 那 來一個人就是 你有Source Code 那你可以進行Core Review 然後再對這個網站進行測試 那我這個故事 是我之前碰到的一個case 那 這是在有Source Code的狀況下 對一個系統進行測試 那首先我拿到這個系統 我當然要去了解一下 它有多少 它有多少資訊 我簡單看了一下 它就有 3249個PHP檔案 它有80萬個 PHP Code 那 我光是 它光是一個 Mutubub 就是一個書籤的功能 就用了26個PHP檔案 所以這是一個很 一個架構很大的一個PHP的 Application 那 我要為這個東西進行Core Review 找出這套系統的落點 那 所以首先我當然要去了解它的架構 那 在這個架構的時候 我一開始一定就是會 針對它的一些Lauder 或是一些Controller 它如果做UIL的Making 那在一些比較小的PHP專頁 可能說 WordPress 或是Discuss 它可能就是單純的 這個檔案Making 到這個UIL上面 可是在一些大的 PHP的Framework上面 它通常會做UIL的Making 它不可能那麼簡單的就是 一個UIL的Making 的檔案 所以如果你必須先去了解 它的Lauder 或是Controller 如何做UIL 你才可以知道 哪些檔案會不會去 Access到 會不會去執行到 然後第二點是 它的內部代碼是多多貂用的 它有一些Quest 或是一些放在一些 GP Include裡面的東西 它在Initial的時候 就會知道被引入了進去 那我要去瞭解說 它 這些東西的 功用是什麼 它做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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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Pore Review的時候,我通常會稱自己是Covid啦 因為你真的要一行一行扣去檢查 但是我相信雙手腕的 漏洞要扣自己花線的才爽這樣子 所以說,你可能會問 就是說在Pore Review的工具這麼多的狀況下 為什麼不用那些現成Pore Review的工具呢? 那,呃,這是一個觀點啦 就是說,假如說漏洞是工具找得出來的話 那早就被找出來,然後還會得到 所以我覺得那些 所以我覺得 呃,工具對於RORO來說 而且工具會有很大的誤判率 以及一些issue 所以說,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用一些現成的Core Review工具來進行Core Review 那Core Review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從危險的函數往上推 你可能從一些system啊 或者也以備了一些危險的方式 一層一層往上推 那另外一種是 從所有使用者的輸入往下推 那這差別在哪呢? 呃,從危險的函數往上推的話 比較常是用在大的PHP專案 因為你的PHP專案可能是 呃,整個系統加工很大的 你不可能從所有的優勝應付的開始看 所以說,通常會從重點 可能一些比較危險的方式開始看起 那,從使用者輸入往下推的話 通常是在一些比較小的PHP專案 因為,比較小的PHP專案 你比較可以去 製造所有的因果的 是從哪裡進去 然後到哪裡去 對 所以 呃,如果是找一些危險的方式 危險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用 找一些patterns 這些patterns可以記下來 例如說,include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 lf-line-assure 那,或是一些 devaluate的一些方式 或是 例如說,devaluate 或是create 或是create 或是co-user 之類的 你可以找一些會 devaluate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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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地方 或是一些 那,或是一些 selection-patterns selector insert 或supdate 之類的 你可以從這些 危險的方式來找 危險的方式來找 那這些方式是 你路上可以建標的 那,如果你要co-review的話 你可以去grip 那找到這些方式之後 再慢慢往上看 那,慢慢往上看 看 看說你使用者 是不是可以控制 這些 方式的patterns 那,如果可以 那,有可能就是 有危險的 這樣 那,這是從危險 系統來說 往上看 那,假如說 是從user-e 可以找一些 常見的 get poster bookie 或是requaster 或是files 或是一些 server environment 就是一些環境變數 user-event 之類的 那,這時候兩個是 php 對於一些 low poster low data 的一些東西 那,我就這樣看著 兩筆吧 甚至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它下面多一個 分量 可以 可以 可以想得到的是 這個 peat key 做這個 是完全沒有 應該 就是下面那個 可以應該是完全沒有 弄到 所以 結合進入主題 那,我剛才講的 關鍵是什麼呢 後來 這怎麼 我當然是有成功 完成這個狀態 那我找到的 漏洞 它有做防護 可是它的防護是可以被撈掉的 那 被撈掉的東西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所以我們開始經過今天的主題 前面是一個告示的前面 好 幾乎沒有人知道的洗衣 kp入境的正規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防護檔是什麼樣 它前面是gay的人欸 那接下來它做一些防護 例如說messnet 那它會判出來這些 副檔的不能是phd 或是count 那 這個時候 我想 我當初看到這個時候 我想要去看它的密碼 就這麼適合 它密碼怎麼適合 它應該放在一個 computer有點phd 裡面 那computer有點phd 欸 它被防護掉了 那我要怎麼弄過去呢 大家看得懂得透嗎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才有好東西 好 可以 然後直接下去囉 ok 一般比較正常的狀態是這樣 當典對pnate 等於 我要下改的東西 computer的pnate 裡面可能是放了 我的nabase 的passport 或是usernate 那可是剛剛的code 它的借位 不能用phd 會怎麼辦呢 欸 這個東西好像也可以 這是walk的 這是walk的 這個東西也是wal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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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做的一個表 在那裡 phd會把 你的 小魚 換成心號 大魚換成問號 放 win號 換成 點號 那這樣的話 基本的 market 就是 growth 那這個東西 我在phd 最新版本 10月17日有一個5點4點吧 我測試了 Iswalk 還是walk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 windows上面 因為是windows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自己澄清一下 我並不討厭Windows 我反正還蠻喜歡Windows的 大家可以看我前面很直接 我本身有一個Windows 我本身的通常有一個Windows的落點研究 以及落點發表 我感謝Windows給我做了 好 所以說我接下來要找為什麼 所以說我們要FD2 PHP的收拾 那最後 這些東西是 那就是這些 那個BioGank的CodeState 你可以看一下 那最後是發表 它在你的P方 Windows 3的API 叫做Bine-First-Bio 那這個東西 就是造成Grant的那個東西的主力 所以說這個東西 會製造好讓你那三個P方 還是另外三個P方 那這是一個Windows的Peture 因為在MSDN上面有講 Windows是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那 所以說可能一些 DNS的使用 使用 DNS的用戶 可能會說 哈哈 所以說 抱歉 抱歉 所以說在 這些方式人 都會弄到該你那些東西 所以這些方式人 都會有 剛剛的那些T-shirt 所以說 DNS的用戶 可能會說 哈哈 你看看你 不過 DNS就沒有相關問題嗎 嗯 呃 在PHP5.2.x的版本 這個東西也是work的 可是 這個東西是 on all operation systems 都是work的 那這個是 第一點 就是有關於 有關於那個 PHP路徑證規劃的一個 好玩的小學 那大家可以再考一下 哦 那還可以再玩嗎 不覺得很可愛嗎 呵呵呵 那接下來是 比較少人知道的 其二 接下來講的是 大多人以同一個問題 那 呃 在Servority上面 很常見的東西 是兩個 兩個東西接在一起 可能會 啵 產生問題 可能說你的 comment跟PPG 在一起 就有 LDAP 跟PPG結合在一起 你現在就有 LDAP 你就可以選 那你比如說 你要大大系跟tomcat 你一個request過去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大大去去接他 還是跟tomcat去接他 那可能就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 nummer reporting的問題 所以說 在web browser 去接tp的output 就可能產生 XSS 那你的dp management 去接tp output 很容易使用sql 你就可以選 那 我現在講的一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 可能是一個sql 那我打phtc 他就放phtc 放進去 我打pht 帶你到 欸 可能你有一些 magic cord 或是一些 my single sql sql 之類的 他就會被sql 帶你到就變成 多了一個斜線 那所以說 欸 如果是這種狀況呢 你以為這麼簡單嗎 他突變了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一些trip set的環境下 他算是在big bite 或是gdk 的一些 double 那個 雙字節 double bite 的狀況下 那因為 像之前他是看你 前面那個bite 才決定 決定 後面那個bite 他要繼續編碼下去 所以說你剛剛的東西 雖然是說 被mg 跟quart 給excape起來了 但是 如果是在big bite 或是一些 編碼的狀況下 還是可以被爆破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 原本的phtc 9號 他變成phtc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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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樣的話 你的斜線 就沒有油 這個是一個 用來到過sink 或是xss 上面的一些 流傳的 小技巧 那你可能會用些 adds 或是mg xm 或是mg 或是mg mg 你的PDO 或是 MySQL Real SX Stream 也會被繞弱 因為很多人的層次設計的習慣不太好 他可能誤用的 Set Name 或是 MySQL Set Chart 這兩個東西沒有正確的表情書 就是說你可能如果用PDO 寫的 SQL Statements 還是可能會被 Inversion 假如說你的編法沒有正確設定好 就是一些沒有注意的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還是可能會被 Inversion 所以說我比較建議是用 UTF-8 的編法 那接下來是你也許會知道的其三 About Pro的Evator Act 那KP是一種很可愛的編 我可以馬上距離十種 十種KP去EVLEVAT的一個方法 假如說等一下 Q&A 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馬上去給你聽聽看 就不要以為這樣不難了 等一下 Q&A 真的有時間可以等我給你聽看 那你可能一個變數的定義是這樣子 那假如說也可以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EAR 會被 EAR 這個變數的內容 會被完整的寫在我頁頁上面 那這樣子也是允許的 那這樣子呢 因為狂號太多人難看 所以說 這是一個PHD在一個Stream PHD的Double Quark 在Stream上面的一個小Trick 那這個東西在PHD的官方網頁也有介紹 那它是一個PHD的Feature 並不是一個Bug 可是很多程式設計師在寫程式的時候會忘記這個東西 所以可能寫出圖下的狂狂 例如說一個情境內 你可能要裝一個install.hp 它裡面有一個DBUser 你可能會把root 那接下來按儲存的時候 它又會成為convict.hp 它可能可以成進去是這樣子 那假如說你的root 不要打root 你打cap.m4 那它是不是也會成進你的convict.hp 那是不是你的convict.hp 所以說你在寫類似這種情況的時候 建議把雙拟號改成單條 那下一個情境比 大家知道 PIEG request 加上1 它可以去discover 你被取代掉的東西 那你後面的實現之間 2 會被取代掉的東西 替代 然後並且執行 那它這邊是一個雙拟號 被掛在雙拟號裡面 所以說 假如說 下面一個反比 的話 它的PHD info就會被執行 那這是一個實際案例在 SyncPHD任意外號的行動 你只要下一個 類似剛剛那種的網址 你就可以去 對這個網站 進行share 因為 對執行share 必須可以自行系統 系統 那這是另外一個行進 好 那我今天介紹這三點 所以總結 我還是要講一下solution 免得你說我在這邊交換小朋友 那 我建議的行法 第一個 PFPE路徑正規化的問題 那我分兩點來討論 第一個是動態 那 動態的話 可能是說 你用一個 argument 去知道你要下載 下載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再用 read file 或是file 把outlook出來 那我建議的行法 你可能要開一些 例如說 open.fp 的一些PHP 的設定 或是你用FastName 來發揮起來 那至於非動態 可能就是說 這個 我這個檔案放在網頁路徑下 那 你使用者 直接出去 就直接下載了 那我建議的一些解法是說 你可以把那個路徑 把它設定成 不解析 PAP檔案 那不然的話 它可以很輕易的上傳一些PHP 它就可以直接執行PHP了 或是你對 你上傳的副檔案 做一些蠻厲害的確 然後 而且不要讓使用者 可以自定的檔 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 大刀 那 我建議是用 UTF-8 以及正確的編碼設定方式 我很常看到有人在 my single query 下setname 等於 5 那這個東西 是不正確的 因為這樣還是 正確的解法 應該用my single set jset 這樣才可以感到 要到他原本那邊嗎 那第三個就是 double query 的問題 那 建議是用 假裝你的字 雖然建議都是用single query 把它給刮起來 那 你不要讓它給解析 到你裡面的變數 那第二個是 注意一些 EVL 代表的 function 例如說 EVL 或是incroved 或是core user function 之類的 這些都是要注意 的 function 好 好 接下來是我Rubless 謝謝Laya 那 如果有一些退 的話 就請發問一下 OK 可以先拍手 謝謝 謝謝 好 有Q&A 就盡量把我味道 可能 沒有問題 因為時間外出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搶這個問題 那 可以直接開麥克服 謝謝 好 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 那 我的 Mail 是這個 說你對PFG 在security上面的 issue有興趣的話 一點點 那 我今天的影片 會在中午以前 放上我的blog 那我的blog很好記 嘛 就是blogger 在台灣的blogger 那 今天中午12年前 會放上去 大家有興趣的話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們休息到 11點半 請大家 7點半停止在我們會場 這邊 見面見 做好 謝謝 謝謝 展敦